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 UIL操作 这节课呢我们将要学习一下UIL的路径大小写问题 伪静态生成以及模型中的U方法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要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UIL的大小写问题 OK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打开 我们先打开这个Home下面的这个controller user controller 然后呢这个不动 然后打开这个default user下面的index 好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首先先运行一下 我们首先呢用一个最这个完整版的路径啊 Home user index id5 好这是一个最完整的路径对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通过几个方法省略掉一些可以省略掉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index.PAP我们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这个是哪个方面是哪个原因可以省略掉的呢 是我们这边写了一个配置文件啊这边做了一个伪静态把index.PAP给省略掉了好第二个我们是可以省略这个Home的好为什么可以省略这个Home呢这Home是我们在配置文件当中啊在公共的配置文件当中呢我们配置了一个这个可访问模块啊 Home前台和adme后台是可以访问的模块然后呢前台模块是默认模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省略掉那么相相对于其他模块呢就不可以省略了比如说adme是不可以省略的 OK上一节课呢还学习了路由我们把这边路由的东西呢我们先把它全部注视掉啊防止出现啊出现问题啊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说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全去掉了好我们就谈第一个我们就把这个Home呢也把它拎出来也是可以的 在正常状况下你如果小写它应该是错误的啊比如说但是我们这个在windows我们这3.2的版本在这个windows 下呢其实你改成小写它也对了啊它也对了啊为什么呢啊在windows平台 UIL的大小写会自动忽略但作为开发人员呢我们还是尽量输入大小写啊当然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如果用户要输入大小写岂不是很麻烦吗啊其实在我们后面 UIL的各种操作和说略是根本不会遇到有大小写问题或者大小写问题的输入的 所以不会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开发人员的话我们还是要坚持大小写但是你如果不 不想区分大小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配置文件 好 好 你使用了这个配置文件之后呢其实你这边在Linic平台下大小写它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在Linic平台下大小写是忽略的啊是呃是不呃是这个不忽略的你如果用了小写它可能就访问失败如果你配置了这个配置那么就可以忽略了OK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把它给去掉啊 当然现在是暂时不去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还有问题如果你开启了不区分大小写就说你不区分大小写了 那么遇到这个像user type controller这样的控制器我们的控制器是什么呢是user controller就一个单词如果是这种复合的有两个大大写的单词的话你区分大小写的话你就必须写上user下滑线type 当然现在是访问不了的啊user下滑线type如果你是区不这个区分大小写的就是把它禁用掉对吧那么你这边就应该写你这边就应该这么写前面的home呢要写成大写后面这个要写成user type啊这种写法就是对的啊这种写法就是对的所以呢啊这边我们要自己注意一下 好了那么对于我们windows开发平台呢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过去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伪静态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伪静态 我们把这个调整一下把这个home呢我们就去掉了把这个改成user那这个呢就不要了啊就写这么多伪静态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看我们这边好像都是目录形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静态文件呢基本上是后面加个后税叫.html 回车哎你发现哎哎这样子我这个页名也是对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乱写一个可不可行的bbb发现就错了那么写html是对的那么写其他对不对呢写x秒发现也是错的写这个xhtml发现也是错的只有写上html这个伪静态的后缀呢它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也就得知了在默认情况下呢伪静态的后缀是.html这个伪静态呢主要是为了满足更好的seu 优化的效果好了那么它也可以配置文件默认是html如果我们配置了这个这个伪静态的后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配置 好我们配置了它比如说是shtml的话那么html就不对了因为它只能是shtmlok如果你配置了空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可以任意后缀好试试看什么叫做任意后缀 就是空好刷新一下那么空是html也可以那么shtml也是可以的好xml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随便写什么都是可以的好写数字也可以那么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它还提供了一个常量exe可以让你得到当前你使用的后缀是什么好了我可以在这边写 这边我就去掉了啊目前伪静态的后缀为好它是常量我们就用sync点点上什么const点上一个嗯两个下滑线ext再两个下滑线ok刷新一下好目前伪静态的后缀是123123啊那我们写了html好就变成html了ok 好那这两个呢我们就全部删掉了配置文件呢我们把它改掉那么如果你只想指定某其中三个的话那么比如说我只能指定这三个html好shtml然后呢是xml这三个其他不允许那么你就可以这么写好刷新一下好html是对的好我这边写个东西啊 比如说啊有数据啊对吧啊这个保留吧好有好然后呢我写上x秒也对的那么shtml也是对的那我写bb发现就错了ok就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三个那么下面有个叫禁止访问后缀诶什么叫做禁止访问后缀呢好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伪静态或者你这个png或者jpg 这个是可以访问的啊这个是可以访问的啊所以有东西的比如说html是有东西的但是呢有东西的情况下呢我将你禁止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 有东西我把它禁止掉就会出现访问为空啊就会出现访问为空原代码也是空的那么也是说如果是你本身是不支持html的啊如果说你哎 如果说你本身这里是不支持html的其实你html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非法操作好如果你本身是支持html并且我又禁止它了本身是有内容的也支持但我禁止它了它就会返回它就会产生一个空页面就是不让你访问啊这是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区别啊要注意啊微妙的区别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啊第三个是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部分叫URL生成 那么URL生成是做什么用的呢啊因为我们要生成伪进态我们要生成这个路由规则 那么在我们创建这个超链接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需要用一个生成一个什么URL地址 那么这个URL地址呢其实和当前的URL地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好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啊首先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在这里呢嗯就这样先打出一个U好当你没有任何参数传传这个U方法的时候呢 其实它打印出来的是当前啊大注意要是当前这个啊URL地址这个就是和当前URL是有有关系的了但是它会多一个html.pap 但是你就算后面加一个home好哎它没有任何效果好你这边加一个id加个5它也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发现对吧没有任何效果 它只是把当前的页面担出来好那么后面的参数我们先不管它那么前面这个home如果你想掉出来怎么掉呢好你就需要把让它生成URL的时候呢把这个设置模块呢给禁用掉好它就会出现一个home好你如果启用了这个home的默认它生成的URL它会自动去除这个home不管你上面写不写你写不写后面这边都没有OK好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就是index.pap还存在这个为什么我上面上面通过这个这个伪净态就说我们通过这个这个htaccess这个方法这个东西呢已经把这个index.pap给去掉了 但是我们这个大U方法生成的这个伪生成的这个URL呢并没有去掉index.pap好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讨论啊我们先不去讨论好那么 下面我们来看啊这是第一种下面呢我们来看它的格式它的定义格式呢是U方法里面有四个参数好第一个是地址表达式第二个参数然后伪净态后对然后显示域名好那么它的操作方法是这样子的啊地址显示的是这么是这么显示的我们就不管了下面第一个叫做控制器加方法 这个是控制器这是方法好为了区别啊这边我要说一下这边我写个注释叫做 用方法的生成和当前的当前页面的URL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参数的除外其他带参数的啊这边写个参数好带参数的方法和上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什么意思大家看啊那我这边就为了为了显示 因为我们的笔记上是user那为了显示我我们和这个user这个控制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写一个另外一个叫叫做member就另外一个控制器但这个控制器控制器还不存在啊MemberMemberMember下面的add好这个会生成一个什么样的URL呢好它会生成一个 那么这个member呢就是相当于usercontroller一样是控制器这个add呢相当于这个index方法所以它生成的是一个和当前URL无关的一个URLMemberadd.html就是控制器加方法那么它还可以带参数那我们来看看试试看把这个放到下面来问号id等于5必须这么写啊必须这么写啊 好刷新一下好刷新一下好这边就会变成memberadd id-5.htmlok但是千万你不能这么写啊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什么写法呢好我可不可以-ad-5那么这个写法呢是典型的什么padsinfo写法不支持生成URL好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你看错了吧Member已经没有了Member已经没有了写错了啊 ok这是错误的写法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下面呢我们可以传两个参数啊我们可以传第二个参数那么我们怎么传第二个参数呢第二个参数一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的id等于5的类似的传参 可以有数主形式和字不串形式我们来试试看 比如说先把第一个拿过来 好第一个呢本身是一个memberadd.html然后呢后面加一个逗号ari那我就写个id指向一个5 好刷新一下哎id5.html对吧好有些说可不可以这么写啊我们试试看 id等于5好刷新一下哎你看就变成这样子了是吧啊不支持所以你要这么写id5好你如果有两个参数的话你就加一个逗号比如说type type指向这个a啊type指向a那么这边就会变成memberadd id5type a.html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两个参数那么下面呢还可以传字符串形式的传参那这字符串形式就是id等于5然后连接符type等于a ok 然后呢我们刷新一下啊错了呃哪里错了呢 呃我们看一下哪里错了好多了一个括号 ok刷新一下那么又对了啊好了这就是字符串和宿主传参的两个方法那么下面说不允许使用patchinfo模式路径来编写我们生成uil的路径好这个要强调一下刚才写过了不允许啊 那么uil的第三个参数呢是可以指定伪进态后缀的因为现在默认的后缀是.html啊啊 好那我就没有办法改那么现在可以改了比如说我们第三个参数拿过来Ctrl C 然后呢后面再加第三个参数叫做xml好现在呢是html刷新一下哎这边的xhtml了但是你不管是后缀是什么 他最终的页面呢啊还是一个tpl的html文档所以这个只是个假象假象他并不是html啊并不是xml文档啊注意了好下面一个嗯下面一个是四种模式的运用哎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user model如果设置一的话就是普通模式那么是在这里设置啊默认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设置这个模式的好 好普通模式普通模式你刷新一下就没了哎怎么会没了呢啊这边那我要把前面这个呢复制一份好 然后普通模式状态哦就是问号这种形式比如m等于mail然后c等于membera等于add id等于5type等于a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你设置为padsinfo模式就是默认的那个模式就是1我就不写了我就直接写上一个 1就可以了好这就是默认的padsinfo模式那么第三种形式就是重写 重写模式好了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其实重写模式就是padsinfo模式的一个升级版看一下 重写模式uil对吧好我们使用重写模式它是padsinfo的升级版第一次对单好你写了这个二的话就是重写模式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刷新一下它把那个index.pip给忽略掉了给省略掉了看到没有index.pip没有了 ok地址最短好地址最短那么可以再短一点比如说不要这个 好然后呢我们刷新一下就变成memberadd.html没有index.pip ok那么我们就是我们后面就推荐使用重写模式什么都给隐藏掉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还可以用路由来生成它那么路由是怎么做的呢 OK比如说我这边写个id等于5啊默认情况下我们是想做做成这样子的对不对我比比比方说我要生成一个u5.html那那怎么操作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步你要写上你的重写规则 啊你的路由规则那路由规则我在这里写好先写一个比如说m5 5可不可以好这不是这么想m冒号id这什么意思啊啊然后必须是数字啊这个就是一个规则路由就是说啊 id等于5 id 传个id过来id等于5比如说这个m代表什么代表memberadd好试试看就是membermembr 然后add好代替这个然后呢后面还要传一个id等于5那么这边我们怎么用这边我就可以这么这么传餐好u 我就写个首先写个杠然后m然后杠然后5就可以了就写这么多就行了啊只要写这么多然后和他这边的路由规则呢相匹配我们刷新一下你就会发现这边就是m5.html这个m呢就是memberadd 这个5.html就是id等于5ok这就是规则路由的生生成好了下面一个 正者路由那么正者路由的话呃我们直接先来个开始然后来个结束啊强制然后呢首先写一个m然后我写个下滑线啊不对写个下滑线可不可以 然后呢写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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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个单引号吗 ok 好可以的可以的吧 好 这样写之后呢 我这边怎么写 我这边就可以这么写 user u 好 eq u 然后呢写个 u 也是杠啊 u小写的 u 不是 u了是 m下滑线 5好 就写这么多 你看跟上面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个杠 这边是个下滑线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刷新一下 就变成m下滑线5.html 这就是正折啊 正折路由 配合了这个 配合了伪晶态 配合了大U方法 实现的一个极短路径啊 极短路径 ok 好了 那么他还支持域名和支持锚点 我们来看一下吧 比方说是用的这个吧 好 这是正常的 我让他支持域名 怎么办呢 只要在这个add的后面呢 在这个方法啊 比如控制器下面方法 方法后面加上一个add符号 加上个域名地址就可以了 不需要http啊 然后你刷新一下 哎 这就是个完整地址 包含域名的啊 包含域名的 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包含锚点 锚点我们怎么做呢 锚点直接在这里 也是在这里做 加个警号 然后command 比如说是评论 第五页的评论 刷新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哎 就是add id5.html 然后一个什么 锦号command 好了 我们虽然学了这个 UIL的大U生成 但是呢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生成的是要放在 模板中的超链接 所以绝大部分想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生成好 然后交给变量 然后这边变量 在这边写 这样的话可能就有点小繁琐了 有点小繁琐 所以我们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直接呢 在这个模板中呢 能够是能够操作和生成 模板东西没有 那我们怎么做呢 好 这么做 圆括号 然后呢 一个冒号 其实我们讲过的 一个大U方法 好 然后呢 写上一个 member 下面add 那写个属性 A-R-A-Y ID 指向5 就写个简单一点的吧 好了 这么写就可以了 那这么写 我们看能不能生成 刷新一下 OK 照样生成一个 伪静态的一个 html HTML的UIL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后面 不管是这个 这个UIL的切换 还是UIL的生成 都比 都做的比较简单了 都比较简单了 OK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 使用北风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库.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